最近啊,有很多朋友问我,我都三十多岁了,还没嫁出去,没有男朋友,我很漂亮啊,那我为什么嫁不出去呢? 其实你真的是不会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真的爱上了你,因为在你身边那个可能就是最好的。 在他眼中,所有接近你的男人都是想侵犯你,各种磨叽唠叨告诉你,嘱咐你,一定要防着。 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说话,静静地看着你会偷笑,却也问不出个缘由。 当你发现原本很睿智见谈的男人变得幼稚而且缺心眼的时候,当你开始觉得他没有以前的魅力了, 不成熟的时候,那他一定爱上了你。 因为如果这个男人不爱你的话,他比你爹都成熟,因为爱你,在你面前没有办法运筹帷幄,只能束手就筋。 他会很纵容你,明明知道你在做一件傻事,但是看着你太开心了就随你了,最后再帮你擦屁股,把错误迷惑。 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,眼神里充满满满的温柔,当他摸摸你的头的时候,就好像春天的阳光。 如果这个男人是帝王,他会因为你十年争霸,十年洒探,却因你一生疲乏,停了厮杀。 如果这个男人是个将军的话,他会因为你十年黄沙,十年背家,却因你一杯浓茶,念了归家。 如果这个男人是个商人,他会因为你十年染纱,十年商家,却因你一曲皮革,忘了还嫁。 如果这个男人是个侠客,如果这个男人是个侠客,他会因为你十年温雅,十年潇洒,却因你一朝出嫁,毁了吃傻。 从来海底月是天上月,眼前人是心上人,向来心是看客心,奈何人是聚众人。 所以,愿恋人待你如初,承你入骨,从此深情不被辜负,愿情话终有主,你我不孤独。 愿我能够陪伴你们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。 YY直播间频道号27183,我在这儿等你们来谈心,好吗?